你觉不觉得小孩子的东西看起来都很好吃 我最近就是对小孩子的零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感觉这种兴趣就像我当时去尝那个猫粮 是一个感觉 猫粮啥味 好兴哦 我今天送罗勒一些看起来比较可爱的 我们一起来尝尝看看 到底有没有我们自己的零食好吃 这些东西呢 你知道这些东西有多贵吗 一共花了我268块大洋 我的心在低血 这小孩的玩意为什么这么贵 不愧是四脚吞金兽啊 我就是纯看哪个可爱就拿的哪个 可能各个年龄段都有 我们先试试这个 这一个磨牙棒 就是小孩磨牙用的 这个一盒是29块钱 适合人群6到36个月的婴幼儿 稍微有点超通钱的 好像是超了点 这样的 这个洞是干啥的 这个洞听说是可以拴一个绳 然后 溜它 怕它吞掉了 我找个绳 你是不想溜我 我怕你也吞下去 让我来尝一尝它 小心把牙蹦掉 这真的是磨牙瓦吗 这能把我大把牙蹦掉 我要是刚才使点劲的话 你别说味还行 你一点点奶味 它说的香蕉味我是没吃出来 这有点像金刚蒜版的 旺丹小馒头 你看这洁面有多密 一会再吃累了 来下一位 这个奶吧 这小锅人蛋 8块钱 不是很酸的 乳酸菌的味道 这个挺好喝的 它没有养乐多那么酸 也没有养乐多 盐 这也太贵了 就是一口 下一位 这个好可爱 菠萝萝的跳跳糖巧克力棒 10块钱 里边只有三根 还显得挺大的 这挺好吃的 里边就是一层饼干 外边有一层巧克力 付出来这些绿的 是跳跳糖 现在是在我嘴里跳 这个好味 巧克力不是特别甜 感觉在嘴里放了一根仙女棒 还有是这个 棒棒奶酪 它这个好像就是 年龄段会稍微大一点了 这大包里边是66根 然后一共是173 差不多3块钱一根 还是单身好 这个我们TVYD女团成员 王小团同学特别喜欢吃 它会一点的 闭嘴吧 好像还挺多味 好可爱 我知道它为什么 上面是哆啦A梦了 你看这个像不像蓝胖子那手 那个伸出圆手 挺好吃的 三片一个直的 有点贵 它是那种比较丝滑的口感 像酸奶盖上糊的那一层 然后这个 这是一个小孩的搓凿海绵 这个玩意儿就是还挺好用的 搓的话它不会疼 而且就是也能 你懂的 我就不现场给你们演示了 毕竟我们这是一个美食节目 这多少钱一个 10块钱 榨伊尼巧克力蛋 来自意大利 和那个崎岖蛋应该挺像的 我一直好奇 那奇奇蛋里边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蛋10块钱一样 里边是一个巧克力的蛋 这么硬吗 里边有一个Hello Kitty 尝尝我的巧克力 就是普通的巧克力 贼甜 快把那个小饼干给本宝宝拿过来 它糖 我要那糖 忘了说这个棒棒糖 这棒棒糖我吃的就剩啥了 它是一个无糖的棒棒糖 我前一阵感觉自己吃糖吃太多 然后就买了一包无糖的棒棒糖成天足 里边是那个果汁 和国内的果汁不太一样 然后就是这个 金碧式婴儿高盖DHA动物饼干 这是猫 这是马 这个是大公鸡 这个是小公鸭 忘在想玩到 几乎没有差别 这个我看好多小孩拿这个盒 正是6个月以上的婴儿而适合 小皮夹的树莓香蕉苹果桃泥 应该就是一些果泥打在一起 这一袋20 云倒是挺云的 就是那几个水果搅和在一起的 打成泥的味道 然后挺细的 整体喝起来像山楂汁 好的20块钱进度 我感觉我又聪明了 你没几碗奶吧 跳跳糖的那个巧克力棒挺好吃的 然后其他的 好像是因为太小的小朋友 他们不能吃糖太多 或者是盐太多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口味会相对来说比较淡 而且大概是相对来说 健康一些 没有那么多添加剂 我怎么感觉 我小时候没吃过这些玩意儿 我是怎么长这么大这么胖的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还会再见吧 拜拜